大家好,我是香港拳行研究會的會長吳志俠 我是練義拳 上次跟大家介紹過,如何在家裡練習之後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叫崩拳練習 崩拳其實是義拳上用的五種攻擊路線的其中之一 是一種向前的法律動作 好了,其實接下來介紹的練習總共是由三種動作 每一種是練五分鐘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like and share 想知道更多的武術資訊 記得subscribe我們舞鼻子的youtube channel 第一個練習是定步分拳 我們有三個要點要注意的 第一,我們的身體要保持水直 正確要拿到地底 第二,我們的手就好像有一條線腳挑著遠方的一棵樹 左手拉的時候,右手出,右手拉的時候,左手出 第一,兩隻手互相配合 第三,我們兩隻手就要用意念去做 好像射箭一樣 好了,大家一路做這五分鐘的定步練習的時候 一路問一下自己,究竟做不做剛才那三個要點呢? 個人有沒有一個穩定的結構 第二,有沒有兩隻手配合的拉力 令到整體的感覺打出去 第三,就是你的手用了好像射箭的感覺 再提醒大家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手是不可以拱彈 因為手只不過是一個力的通道而已 第二組練習是進退步分圓 我們可以想像是一隻腳之間帶著一個腳面 前一行的時候帶著後腳 後腳退的時候,拖到前腳 那步就快了 第二個行步的要點呢? 就是一落地那一刻,想像自己好像樹山根一樣 重心就不會飆了一遍,不會出招了 好了,我們向前的時候打了拳 向後可以打右拳 一路持續做五分鐘 打的時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的拳頭可不可以做到剛才出拳 定步的時候三個要點呢? 結構是否穩定? 兩隻手又會扯著來? 意料是否好像四人戰一樣? 持續做五分鐘 另外提醒大家 動的時候,我們可以感覺一下 你的體蟲是否傳到你的拳頭 第三組練習呢,我們就叫做自由法力練習 其實呢,在我們異權的祖師的存在呢 就叫我們可以想像自己在三尺之外 和七尺之內呢,好像如臨大敵一樣 我們想像有敵人來攻擊我們 我們和他們做一個生死的搏鬥 例如想像,例如走得勤的 我們做到勤的,很遠的東西 我跳下去打,或者要延續一下 或者自己做自己想像出來的東西 發揮你的想像力來做 我們可以跟著這個動作 來做五分鐘的一個自由法力練習 十五分鐘的崩拳居家練習 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其實所謂崩拳只是一些向前發力的原則 無論你向前是打一掌,插不止,或者打一拳 其實根本都是應用相同的原則 希望大家可以從中得到一點點看法 現在我們在家裡的時間多了 希望大家保持鍛鍊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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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